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em 频道。 今天阿Nem 要和大家分享西瓜跑的演艺人生。 西瓜跑本来的名字叫做林根,姓林,明根,树根的根。 他是1918年10月7日出生的,在2001年3月12日逝世。 他是香港粵语片的性格演员,多数扮演草根阶层, 和一些纯粑的小市民角色,经常以口吃搞笑的方式来演戏。 他这个搞笑的方式是相当深入闻心的。 另外由于他天生有一口哨牙, 所以他就用这个哨牙,西瓜跑来做他的艺名。 西瓜跑曾经演出过多少部电影呢? 说出来真是吓死你。 原来他曾经演出过750部电影那么多。 真是你说是否厉害呢? 接着来就比较详细地和大家分享一下西瓜跑的演艺经历。 西瓜跑在1918年就在广州市出生的。 他在小学毕业后就出来工作了。 他曾经去过书店做售课员。 做过一些工作人员。 即是打杂之类的。 此外他也在广州的《苦女日报》做过一些教队工作。 西瓜跑在战前就赤身来到香港找食。 当时来到香港的时候他是18岁。 并且在九龙城的访林中学那里, 现在就找到一份校工的职位。 即是在学校里做校工。 后来就经学校里面的一位刘先生介绍。 就认识了当时一个粤语片的老前辈王楚山。 经王楚山介绍后, 就进入了当时的南洋天一影业公司。 这个南洋天一影业公司。 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如果告诉你, 原来这间天一影业公司就是邵氏的前身, 你就知道是什么公司了。 他进入了南洋天一之后, 就做什么职位呢? 就做这个道具的管理员。 一路做到香港淪陷。 在香港重江之后的第二年, 他又重新回到南洋天一公司里面打工。 这次就不再是管理道具了。 他就转为学化妆。 之后就转做服装间的管理员。 西瓜跑在从事电影幕后工作, 接近二十年之后, 他第一次延伸在这个银幕做戏, 就是一部叫做《同病不相连》的戏里面。 他是以群众的身份上镜, 即是路人甲之类的角色。 由于法国做特约演员, 西瓜跑就发觉, 咦?做特约演员的收入, 比做他的正身, 即是做服装间管理员的收入多很多。 于是他就决定全职做特约演员。 当年粤语片的大制片家和导演周思璐, 就帮他起了个名字, 将他的名字加在由紫罗莲主演的 《花佳慈母》演员字幕表上, 即是帮他打字幕的时候也打了他的名字。 跟他一起演出的半边师傅高老全, 就帮他起了一个新的艺名, 这个艺名就是西瓜跑。 原来西瓜跑这个艺名就是高老全帮他起的, 真是不说不知的。 西瓜跑最为人熟悉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系列的黄飞鸿电影。 在这个黄飞鸿系列电影中, 西瓜跑扮演黄飞鸿的徒弟牙策鬚。 单在这个牙策鬚这个角色, 西瓜跑已经演出了近80部电影。 后来粤语片就开始色眉, 西瓜跑也曾经走过浮, 即是出过角去表演。 在1966年, 他就跟唐立曾经去过马来西亚, 两次做一个登台表演。 后来又在1977年, 另外又跟一个团去星马演出。 西瓜跑的晚年就患上了糖尿病。 医治了很久, 一直到2001年3月12日, 就病逝于香港。 当时就享年83岁。 西瓜跑有两个女儿, 都是住在外国的。 西瓜跑病逝后, 她两个女儿都特意在外国回来奔丧。 她的喪礼在世界殡仪馆举行, 是采用基督教仪式的。 因为西瓜跑的宗教是信基督教的。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西瓜跑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要休息一下。 好了,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你多多支持订阅我们的NURM频道。 下一集, 就将会和大家分享西瓜跑演出过的电影。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